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接下来呢 我们讲说耶稣讲的第二个比喻 前几天跟你分享说 在耶稣这一大段的讲论 特别是有关于末世的讲论 最后他讲了三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 我们已经讲完了 十个童语的 接下来呢 他开始讲第二个比喻 我读给你听 天国又好比 好比有一个人 一个有钱人 他往国外去 出国去了 而出国之前呢 他把他的三个仆人找来 按照他们个人的这个才干 把五千两 两千两 一千两 分给他们三个人 叫他们去经营 好 这是第二个 那第二个 当然后来有一些发展 我后面今天会跟你分享 今天我要跟你说的是 天国又好比 也就是说 耶稣讲了第二个 第二个比喻 耶稣讲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如果你整个读完 你会发现 这三个比喻 都环绕在一个主题 就是耶稣之前所说的 要警醒 要预备 要警醒 要预备 要警醒 要预备 为什么说了一个 又说第二个 说了第二个 又说第三个 前面已经把这个 要警醒 要预备 讲得很清楚了 后面再用一个比喻 再讲 再用两个比喻 再讲 再用三个比喻 再讲 为什么一再的提醒 因为太重要 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讲 一句话要说三遍 因为太重要 三遍 你记得 要记得 你讲三遍 为什么 因为太重要 耶稣也是这样 这是学耶稣的 你知道吗 在圣经里面 耶稣就是这样 一件事情重要 所以说完了 用一个比喻 再提醒一下 再用一个比喻 再提醒一下 再用一个比喻 再提醒一下 一再提醒 表示 神对于主快再来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主什么时候再来 所以 每一天都要预备好自己 每一天都要警醒 不能够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不能够过一天 算一天 是必须每一天都当作 也许这一天 就是我的最后一天 如果这是我的最后一天 我要怎么过这一天呢 我自己其实 我自己从小身体就不好 我很小的时候身体就不好 所以我小的时候 一直会觉得 我长不到二十岁 就是那个 就是不会成年 因为一天到晚都在生病 气出来 一天到晚都在生病 所以其实我常常都在想说 会不会今天就是我的最后一天 尤其是发病的时候 我气出来 发病的时候 常常想今天会不会是我的最后一天 但我就会在想 如果今天是最后一天 我应该怎么过这一天呢 我这天到底要做什么呢 把握机会 我在说 耶稣一再地提醒 要警醒 要预备 因为对耶稣来讲 这件事太重要了 没有人知道 主什么时候再来 没有人知道 可能是还有两千年 也可能还有二十年 也可能就是明天 或者是今天晚上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在之前我们也分享说 但凡有人告诉你是今天是明天 那都是错的 因为圣经明明白白地讲 没有人知道 正因为没有人知道 我们更需要警醒 更需要预备 因为每一天都当作 可能真的就是最后一天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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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